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工会的人大家商议 就把耶稣捆绑,借去交给比拉多 比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 比拉多又问他说 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仍不回答 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 每逢这节期 巡抚照众人所求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 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 曾杀过人 众人上去求巡抚 照常例给他们办 比拉多说 你们要我释放 巴拉巴给他们 比拉多又说 他们又喊着说 比拉多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弱势呢?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 把他定十字架 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 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鞭挡了 交给人定十字架 兵丁 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 叫齐了全营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紫袍 又用荆棘编做光棉给他戴上 就庆贺他说 又拿一根尾子打他的头 吐唾沫在他脸上 屈膝拜他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紫袍 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定十字架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鲁福的父亲 从乡下来 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 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 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 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研究分他的衣服 看是谁得什么 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 摇着头说 嘿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教自己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 彼此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计较他 从五正到深处 遍地都黑暗了 深处的时候 耶稣大声喊着说 伊罗伊 伊罗伊 拉玛撒玛戈利 翻出来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起我 旁边站着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看啊 他叫伊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龙沾满了醋 绑在尾子上 送给他喝 说 先等着 看伊利亚来不来 把他取下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殿里的帽子 从上到下 裂为两半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 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 就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还有些妇女 远远地观看 那中有 那中有摩达拉的 玛利亚 又有小雅各 和约西的母亲 玛利亚 并有 撒罗米 就是耶稣 在加利利的时候 跟随他 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 上耶路撒冷的 好些妇女 在那里观看 到了晚上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 他是尊贵的义士 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劲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诧异 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百夫长来 问他 耶稣死了 久不久 既从百夫长 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 尸首 赐给约瑟 约瑟买了细麻布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磐石中 凿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过一块石头 来挡住墓门 莫达拉的玛利亚 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 都看见安放她的地方